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差不太多 31.997 今天单日重扁了1.13角 成交金额是10.56亿美金 那全日最低来到过32.015 那最高是31.93 开盘价就是最高价 也就是说开盘之后就一路走扁了 那最低破过32 那32如果各位回推台币的汇价 是到2017年的1月了 也就是说台币已经贬到了这个六年 将近六年来的低点 这个真的是贬市是非常的 一关破一关的一个情况了 那32是失守了 那今天台股又失守万三 那上个礼拜五好不容易拉上去 涨了317点 盘中一度大涨411点 靠着台积电的法说会 靠着美股的这个2%下跌到2%上涨的 所谓4%的今天大逆转 这两大推动的动力 使得上周五台股一度盘中大涨了400多点 收盘涨了300多点 但是这个昙花一现的行情吗 今天马上 在盘中就给你回吐了314点 最多跌到过314点 指数差一点要破底 因为今天的低点 也就是说跌了314点 跌了2.4%的时候 最低是到过12814 那在上周四 这个台股的今年最低的盘中低点 是12809 那也就是说12814 今天的盘中低点 离上周四 这个10月13号的今年最低的盘中低点 12809 也不过就只有差五点了 这个差五点就要破底 如果今天破了12809 可以讲这个盘式就很难看了 所以怎么样要把这个12809给守住吗 所以今天就是差了这个五点 没破 但是呢 收盘然是大跌了162点 跌幅达到1.23% 指数呢 也没能占回1万3 收12966点 成交量2000亿左右 那好一点的状况是讲说 从2.4%的跌幅 收链到1.23%了 这个好一点的 从正面的角度看是这样 但是呢 你从负面的角度看 今天是跳空收低的 开盘就大跌140点 今天开在12988点 而这也是全日追高点 换言之 你就再怎么拉 你也拉不过开盘 这个开盘的当时的 这个点位之上 显示呢 仍然是一个弱势盘式 所以好一点的角度说 至少从低点拉上来 这个差了1%多 那你讲难听一点 也就差5点要破底 以及呢 怎么拉也拉不上 今天的开盘点位 所以你说这个盘式 是强势来弱势呢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弱势 只不过就是盘中 有特定资金去拉吧 这个要点火吧 就是说至少要守住 这个12809吧 但问题是说 这12809真的能守住吗 我们看到今天贵买 只盘中就破底了嘛 它最低来到过16198 当时大跌了3.3% 创下今年的新低了嘛 所以贵买就守不住了 贵买虽然说呢 盘中一度大跌了3.3% 但收盘呢 它跌0.54% 也是拉上来很多啦 但是毕竟 它今年还是创新低了 那今天收在166.54 盘中低点是161.98 所以差距蛮大的 这个收盘跌幅是0.5% 盘中一度大跌3%多 用力把它拉上来 但是量能非常的低迷 就451的量 所以这上来也不带量 只能讲说 没什么卖压吧 大家应该套住人都盖牌了吧 你说在这个地方 想再去砍股票 应该很少了啦 因为很多个股 可能已经动辄赔掉了 3.40% 4.50% 你说怎么砍得下去嘛 怎么砍得下去嘛 如果说之前没停损的人 怎么砍得下去嘛 这个真的是情何以堪嘛 所以你说拉上来也好 或者杀下去也好 为什么量都不出来 就是因为 就已经没有人要 在这边去做积极的操作了 就是说去面对市场的行情了 我个人解读是这样子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并不有利于整个大势的发展 为什么 因为 筹码没干净嘛 讲白话一点 筹码没干净 拉上去 拉多了就是层层的 这个解套卖压了嘛 那今天旗子跌了187点 收盘跌187点 跌幅1.42% 收在12,981点 期限货还呈现正价差 还十多点的正价差 今年期货成交口数 134,000多口 那今天除了台币重边以外 我们看到几个消息面 是今天的消息面 第一个 郑州扩大风控 中国大陆的郑州 因应最近的疫情升温 又扩大风控 那但是鸿海制造iPhone的 主要生产基地 虽然未在郑州 但是今天鸿海发出声明说 影响不大 然后目前还是在正式的 正常的生产的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 因为又出现了这个疫情了 所以中原区最近 最附近100万居民 今天开始被要求 要待在家里面 不能出来了 除非外出接受 接受这个病毒检测 不然你是不能出门 那政府也关闭 非必要企业 这个封锁令 预计到10月23号 晚上6点才会解除 那现在目前封控范围 并没有涵盖 鸿海的工厂 那鸿海在郑州 主要厂区 在航空厂区 还有呢 金开厂区 还有中谋县厂区 三个厂区 那昨天 在20大 习近平 就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第20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开幕的时候 致辞说呢 要实现坚决清零政策 也就是说呢 清零不会改变 这个恐怕不是个好消息 那另外呢 就是外资啊 不买单所谓的资产重分配的 这件事情 就金融资产重分配这件事情 摩根大通啊 就小摩啊 调降金融股平等了 居然把国泰金的目标价砍对半 这个真的也是降得很狠 他 他把这个 真的真的是 这详细的状况蛮多的 这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报告好了 反正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整体的 大致上的一个状况 那国际上面的消息更是满天飞了 英国首相 把他的财政大臣扩腾给开除掉 fire掉 弃居保衰 才38天的财政大臣呢 因为这个减税政策 变成戴罪羔羊 从我们上个礼拜 不是在节目中有讲说 哇 他急忙的从这个INF 在华盛顿的会议 坐飞机赶回伦敦吗 原来是他要被fire掉 就这样被fire掉了 就这样被fire掉 然后换了这个所前外交大臣杭特上来 杭特一上来 毫不客气的打脸这个特拉斯 说这个是减脆 这根本是一个荒谬的错误政策 我看这个首相 大概也快干不下去了 才六个礼拜的时间 大概就要sayunara了 这个英国的状况 也是非常的麻烦 那全世界状况频出了 到底怎么应对 今天台股又破万三 来请教大来国际证券投顾的 卢文斌飞议师 卢老师你好 然后莫国兄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现在市场有预期啊 不是11月只升两码 12月还要再升两码 因为11月升两码 现在FedWatch 这个现在目前看到的几率 是97% 百分之百 11月出这个FMC会议升两码 三码对不起 升三码 然后呢12月 现在FedWatch呢 升三码的几率呢 高达70% 卢老师 要是还要再升六码 这上个礼拜五 那个密西根大学的消费信心的 一年期跟五年期的通膨 都超于预期 重极美股 也让市场对于预期升息的心理 再次上升 这样升下去怎么是好呢 我想啊 当然了 全世界都不希望说 在这个Fed的部分 这样持续的一个升息 但是我们知道说老美 其实一向都是以他们自己 这个以自己的一个利益为优先 对不对 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说过通膨这么的高 那我要维持强 像拜登就讲了 我就是要维持强势美元 那你们自己的问题 你们自己要去解决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就叫 我相信就如同过去我们在节目中 一再跟各位所讲 其实联准会 因为毕竟这个洞是他自己挖的嘛 为什么搞成现在通膨这么大 打不下去 那也是你们先前 这个过度的让资金宽松所造成 所以他现在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洞给补起来 所以就算牺牲 所谓的警戏的一个衰退 他们也要把这个同膨打下去 我想这个过去 不管是联准会的官员也好 或我们在节目里面 我们也从各个层面 跟各位做过一个剖析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这个上个礼拜 其实这个英王 当然不是阴天正了 是这个布拉德嘛 他也讲得很清楚 他就讲过 你记得一下 如果说今天现在马上就要开会的话 我支持12月 也是要升三 就是刚刚这个莫尔兄所说的 所以我想就目前来看 我想这是一个 十分的一个 明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也看到 今天整个台币的部分 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贬值 甚至于32 这个数位都看到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说过 如果说台币 持续的一个贬值 那一群人 他势必 势必一定会站在卖方 所以果不其然 今天怎么样 这个外资 不仅说在现货出现卖超 其实在期货 我们看到 他也持续的 研码他的一个多头部位 超过4000口 减了4149口 那累计目前外资 在这个10月份 开始起的一个 进多单的一个部位 只剩下2245口了 再加上我们说过新台币 今天其实 不管是收盘也好 又或者 这个所谓的盘中的一个低点 其实都破了一个 新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代表整个外资目前 他还是处在一个 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 所以上个礼拜 我记得当天 盘中大涨超过400点 那收盘也涨了300多 我说过 在当时 一些财经节目 尤其是盘中 因为当时涨400多点的时候 一些专家权威 都纷纷地告诉大家 哇 这一波上来 有机会 能够谈个1500点 谈个2000点 又如何 开始又画大饼 我说我最怕的就是这个 如果大家反弹了一个初期 大家还半信半疑 这到底会不会这样 谈真的谈假的 如果大家 是用一个战战兢兢的一个态度 用一个 所谓的半信半疑的一个思考方式 我倒觉得 这一波的反弹 会谈得比较久一点 可是如果说 当大家开始谈上来 哇 就开始 这个谈多久 谈多久了 其实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警讯 所以我想在当时 我记得我跟孟老兄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说我个人 当然就情感上 我也希望他能够谈2000点 但是我说过 我们必须很仔细的 去看目前整个盘面的一个主客观的一个条件 我想基本上以现在来看的话 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且散且走 而且我一直告诉各位 反弹上来 无论如何 就是要多留现金 就是多留现金 现在是一个现金为王的一个阶段了 那这个现金 我说过 不管是未来 长线落底也好 又或者下一波反弹 其实它都有它一定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看 如果上个礼拜 我这样说好了 上个礼拜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有留现金 不管你留多少了 但至少今天开低 就算你今天开低去捡便宜 今天拉钱 你也赚钱 但是如果说 你是上个礼拜去追高的 你看今天 一个冷部房的一打下来 你上个礼拜去买的部位 全部又套住了 所以我想就现阶段来讲 还是那句老话 反弹一定会有 但是最重要的 熊市格局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要是熊市格局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说过逢反弹就是留现金 逢反弹就是留现金 我想现金为王 这四个字还是给各位 最大的一个建议 好 那手上纯金融股的听众朋友 投资朋友可能对这份报告 很不以为难 就是说外资都乱写 居然说呢 把这个国泰金的物标价砍对半 国泰金的总座李长根 不是讲说吗 这个股票跌破十年线 闭着眼睛买 其实现在国泰金的股价 都已经跌破十年线了 那国泰金要闭着眼睛买吗 结果闭着眼睛买这件事情 在摩根大通眼里面恐怕不是这个对的方向 摩根大通10月16号 他以台湾保险业最坏的状况正在发生 你看写这样标题 发布了报告 调降国泰金新光金开发金的投资平等 其中国泰金新光金调降为减码 开发金调降为中立 这个不要讲减码了 中立其实就已经代表外资是不看好了 这个中立只是客气而已 那减码当然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平等 那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因为今年不是只有净值的问题 金融三页就证券期货还有银行保险业 今年前八个月税前盈余比去年同期大减了28% 另外就是说在受险RBC的部分 他说因为RBC就是200%是今晚会的标准 他说RBC对股票投资的评价 是这个机制采取过去六个月的移动平均价 他说如果以0050为例 今年六月底的移动平均价 只叫去年底下跌了4%而已 预估今年底会下跌20% 也就是说到六月只有跌4% 因为它是六个月的移动平均价 预估到年底会下跌20% 所以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RBC会明显下降 然后第二个RBC的压力来自于海外债的信用风险攀升 虽然说受险业的垃圾债 投资比重占资产不到5% 但是占净值达到14%到65% 所以说这个美元计价的债券的违约风险 是持续在攀升的 那他也点名了某家金控公司是最脆弱的 我就不说了 还有就是在产险的部分 他说现在台湾的确诊 因为台湾现在确诊率是全世界的number one 你可能不相信 这是事实 台湾的新冠确诊率是全世界的number one 那现在目前的确诊率是30%到35%的假设 这个产险的部分 这个会进一步拖累金控的获利 那我自己估计了 我自己曾经估计过 如果以30%到35%的确诊率 去算这个防疫型保单的话 大概最终赔付会超过1500亿现金 1500亿 那所以说摩根大通下修受险 行金控目标价 国泰金从30块修正到31.5 富邦金从65块半修正到54 新光金从9块9毛修正到7块 开发金从18.5下修到12.4 沃老师请问您认同摩根大通这份 所谓的台湾保险业最坏的状况 正在发生的报告吗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不用太去所谓的一个 所谓去想得太深入的话 其实你光是看整个外在环境 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这些所谓的受险业 它是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不要说什么 你就说光是说今年台股从高点下来 你看到现在都已经跌了快6000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受险本身 它在整个台股的一个所谓的资产 它有多少 所以你光是 光是这个股市的一个下跌 我想这个部分 就会造成它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更不要讲 这还不是只有台股的一个部位 全世界都有一个部位 有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全世界也都在跌 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加上如果说 按照大通的说法 整个所谓的一个新冠的一个疫情 的一个影响 当然我又认为了 这个部分 这个应该是他们所讲的 勾勒一个方向 应该是这个打久不离时了 所以我说过 操作上面 其实不仅是金融股的 我认为各个类股 其实你看现在几乎了 台面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强势的一个族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 就是一个现金为王的一个时代 那当然 我们过去也讲过了 如果说你先前 你在高涨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讲说要留现金 留现金 如果说你已经有留住了相当比重的一个现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说 好像小量来操作的话 好像你要这个不想那么快的离开市场 还是想在小量操作的话 当然也不是不行 我倒是认为 我说过 以目前来讲 只要是一个空头格局 它没有任何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 台面上还是会有一些被 这些避险资金 所锁定的一些族群 在整个所谓的一个 空头的走势里面 他们容易做一个比较逆势的一个表现 就好比我们先前一再看好的 这个升级股 你说呢 现在升级股都很弱 那我的一个看法有没有改变 其实我可以告诉过 我的看法没有任何的改变 毕竟升级股前面涨那么多了 你稍微让它整理一下 这合情合理 那我说过你只要去看 我说过是到上个礼拜为止 当然上个礼拜五 这个美股的一个拉回并没有破 这个礼拜 这个先前那个礼拜三的一个低点 礼拜四的一个低点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是如果说我们从全年度的角度来看 其实到上个礼拜为止 其实美股还是持续破了今年以来的一个低点 不管是道琼 不管是S&P500 不管是纳指又或者是废办 对不对 那唯独没有破底的 其实你仔细看 也只剩下NBI指数 那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升级的一个指数 而且距离今年的一个低点 还有相当的一个距离 所以代表其实在美股的部分 他们的一些避险资金 其实也是往升级股在做一个移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说 算力股现在很弱 没有错 涨多了 休息一下 喝杯水 喘口气 甚至于做一个比较中期的一个回档 做一个比较中期的一个整理 这都是必要的 但是你只要看 我说过只要空投 格局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要通膨的问题还存在 只要警惕衰退的疑虑还是存在 我说这些资金自然还是要直接移动 你看最弱势的一档 这段时间 让整个升级股 这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兵败如山岛 莫过于就是北极新这档股票 可是你看着 近期其实北极新 在整个大盘持续在往下拉回的过程 就像今天 北极新即便盘中一度往下拉回到93块半 不过今天收盘 却收在平盘 代表原本最弱势的一档指标股 现在它已经不跌了 还来也代表 其实我个人是这样讲 我个人觉得整个升级股 如果说在北极新已经止跌了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升级股的一个所谓的整理 也已经慢慢的接近到了比较尾声的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说 你已经握有一个大部位的一个所谓的现金 那现在你倒是想说 拿小部分的现金 在市场上 来做一个所谓的短线进出的话 我倒认为升级股其实在整理过后 后续它终究还是会重新得到市场的青睐 这是在趁拉回的时候 那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 好 那今天外资卖超87亿 但是期货卖超130亿的约当现金部位 所以期限或总计大卖了217亿 那详细的数据 就是说期限或操作的情况 以及外资投信超持的个股标的 我们等一下再跟听我们的报告 那刚才罗文斌分析师所说的相关分析的报道 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我们这边谢谢罗老师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本公司以网职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续